德国最大汽车品牌大众 从过去以来一直与日系龙头汽车品牌丰田 不断竞争全球汽车销售量宝座 而在2016年时 大众虽然终于取得胜利 在总销量表现上获得第一 但殊不知根据日前英国网站Rig Transverse所公布的消息 丰田虽然输了总销量 却在全球拿下了多达49国的销量冠军 大幅超越所有汽车品牌 根据Rig Transverse所公布的消息来看 以世界地图的方式呈现全球各国汽车品牌销售冠军 而从地图中可以清楚的看到 丰田拿下了49个国家的第一宝座 而其中涵盖了拉丁美洲市场 非洲市场 中亚市场 与南亚市场 可以看得出丰田强大的销售 以及产品实力 至于德国汽车的大众 则是与丰田有不小的落差 仅拿下14个国家的销量冠军 基本上都集中在欧洲地区 除了这头两名 第三名则是由美国汽车品牌福特拿下 除了大本营美国与加拿大之外 在英国与纽西兰 也均为销售冠军 另外有趣的是 我国市场的销售冠军 乃是我国内自主品牌50汽车 可以看得出50汽车的强大实力 谁让其中有着一员神车大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